北京不留余地的紧逼美国能否保住孟晚舟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孟晚舟被捕撑了脆弱的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巨大陷阱 北京两日以来不再隐忍强势反攻 G8号要求加拿大立即放人否则后果自负之后 北京9号又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白宫 要求美国撤销逮捕令并威胁下一步行动 将是美方如何反应而定 但是北京丝毫不留余地的做法也引起了质疑 据法国的报道说 面对北京锋芒 美国似乎不愿意接招 且有意地绕过暗交 避免进一步的激化形式 由于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抓捕孟晚舟一事 与阿根廷川习会实现暗格 引发了美方一方面让习近平在谈判桌上让步 还一方面抓人来侮辱北京的议论 星期天 川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特意为川普总统开脱 虽然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 是跟华为涉嫌违反美国伊朗禁令有关 但北京认为这是白宫的政治把戏 白宫官员力图打消北京的这种意识 库德洛表示川普总统12月1号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 并不知道加拿大在当天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孟晚舟 库德洛接受福克斯星期天新闻采访时表示 川普总统很晚才知道孟晚舟被捕一事 在问到川普总统知道之后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库德洛说总统没有什么反应 库德洛还强调贸易问题和孟晚舟被捕是两回事 他说后者是司法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法问题 被川普委任主持中美贸易谈判的强硬派人物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在12月9号表示 孟晚舟事件不会太影响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 不过莱特希泽强硬派的本色不变 他补充说 美中贸易谈判限期90天的大限不可能延长 3月1号就到期 他这是在警告中方承诺做到的必须要做到 过期美国自会加税惩罚 中国外交部周六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 强烈的表达了抗议之外 还要求加拿大立即放人 否则后果自负 有分析指出中方明着拿加拿大出气 暗中是剑职美国 星期天中国外交部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 也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要求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 有分析认为北京对美国和加拿大使用的语气不留余地 一个是立即放人 否则后果严重 一个是立即撤销逮捕令 还要以观后效 北京前后态度有别 从隐忍到爆发步步升级 显然是习近平本人要决定这么做的 中方有舆论认为企业是企业 政府是政府国家是国家不能做出有效的区分 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 中美贸易战以及中美关系的大局不应该被中兴事件带偏 同样也不应该被华为事件带偏 质疑为保一个华为而绑架中国 知道吗 报道称 北京完全把孟晚舟被捕等同于政治事件 一味的坚持下去 各方伤害均不会想 中方恐怕最重 是出于政治内斗 还是出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还是习近平已经做好了破釜陈州的准备 目前还不得而知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